花莲天王星大楼拆除工程来到第十天了 在今天下午进度已经来到第三层 这两天加速赶工 现服预计可以在下周三下周四 如期完成拆除大楼的主体 不过目前在大楼里头还有两只猫咪 其中有一只昨天下午有一度现身在五楼 赶工的同时怪兽司机也将密切留意猫咪的动向 水泥碎石瓦砾从天王星大楼不断掉落 大楼开拆第十天傍晚拆除进度已经来到第三层 现场三台大钢崖轮流进行拆除 怪兽也在旁边随时整理清运土方 但作业过程除了得配合检方搜证 还一度因为动物救援而停摆 原本预计两周拆完大楼是否能如期完成 进度看起来这两天有赶上来 那后续看起来应该速度会越来越快 应该可以在时间内把它完成 如果顺利十七十八号凌晨就能如期完工 桌边架设硬架帆布以及钢板 避免落实损伤领防 拆除作业小心再小心 因为大楼里还有两只受灾护养的猫咪 包括乳牛猫欧腻跟三花猫花花 其中一只曾在中午下午一度现身五楼 把它驱赶到比较内部比较安全的区域 宣言入侧的那个楼梯间 目前还没有拆除在拆除的过程中 它可以从楼梯间往一楼逃生 干工的同时大伙的心也都悬着 就盼两只猫咪也能像康老师的爱猫一样 成功化险为夷 据有陈振业花远报道